让二追散 热泪盈眶 决胜局上演惊天大逆 这一幕发生在2024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团决赛现场 世界第一王楚清对决台北一哥林云如 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再次归来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巅峰对决 男团冠军赛的激烈角逐 此前双方交手九次 王楚清以六胜三负的战绩 占据一定优势 不过 首局比赛开打后 肩负为台北对逆风翻盘重任的林云如 显得更加坚定 打得更加果断 展现出更强的侵略性 林云如凭借正手进攻迅速拉开笔分 取得梦幻般的六比零领线 面对困境 王楚清通过正手加压 艰难的拿下第一分 林云如迅速调整进入连续进攻的节奏 王楚清在揭发球环节出现失误 再度丢翻 紧接着又是一个弹网出键 最终 林云如以11比1的绝对优势拿下了第一局 首局失利的王楚清 在第二局 开始逐渐找回状态和手感 林云如也迅速调整策略 发起了积极进攻 随后 王楚清稳住心态 顶住了林云如的强势反击 通过发球变化 林云如让王楚清犹豫 导致出手失误 王楚清则利用发长球 成功限制了林云如的进攻 双方展开正反手对轰 王楚清顽强顶住了林云如的连续进攻 这一球 林云如通过大角度调动 让王楚清难以跑动到位 随后 林云如凭借一记暴冲进攻 直接得分 他再次通过暴冲进攻 扩大了领先优势 王楚清发球得分 缩小了分差 最终 王楚清盘望出界 林云如以11比8再下一城 第三局 林云如强势开局 迅速占据主动 他保持冷静 不急于加速进攻 展现出沉着的比赛态度 面临不能再输的局面 王楚清通过发球变化 逐渐发挥出自己反手拧拉 和正手进攻的威胁 随后 林云如凭借简洁 迅速的正手斜线 进攻得分 王楚清尝试前压进攻 但林云如调整节奏 迫使王楚清触往失误 林云如反拉至王楚清的反手位 迫使对手出现失误 他开始灵活转移进攻落点 从王楚清的中路转向反手位 进一步压制对手 随后 王楚清通过角度变化进攻 成功突破了林云如的防线 林云如积极反击 不给王楚清任何反击的机会 双方站至八平 王楚清选择暂停调整战术 暂停回来 王楚清通过发球将比分反超 双方展开连续的正手对轰 王楚清通过大角度调动 和落点变化拿下关键一分 最终 王楚清顶住压力 以11比8扳回一局 王楚清在第四局状态明显回升 开局他展现出强烈的侵略性 凭借连续的正反手进攻 率先得分 而林云如的调整也非常迅速 在双方的对轰中 王楚清尝试前压进攻 但最终出现失误 丢掉这一分 在接下来的相持阶段 王楚清尝试通过大角度调动林云如 遗憾的是再度失误 林云如通过变现调动 迫使王楚清在移动中出现进攻失误 随后林云如幸运的通过擦网得分 双方再次占平 双方接连出现擦网球 最终王楚清回球触网 非常精彩的一球 王楚清正手暴冲 没想到林云如能反拉回来 决胜时刻 林云如通过正手进攻 率先来到赛点 王楚清顶住压力 通过持续的进攻和落点变化 成功化解了一个赛点 在绝境中 王楚清爆发 连续拿下四分 最终 王楚清以十二比十惊险拿下第四局 将大比分追成平局 决胜局 王楚清气势如虹 已经在气场上完全压制住了林云如 在双方相持中 王楚清通过落点变化 补位向前 再拿一分 王楚清连得三分后 林云如被迫暂停调整战术 暂停回来 王楚清不急于发力 形成相持后 造成林云如再次失误 王楚清凭借一记强有力的冲击 将林云如打退至远台 连续拿下六分 尽管比分落后 林云如没有放弃 通过挑打追回一分 随后 他又通过发球 再得一分 在相持中 林云如的反手 压制住王楚清 迫使其回球出剑 双方展开快节奏的反手相持 王楚清保持稳健 以简单战术给予反击 林云如逐渐稳住心态 努力缩小分差 然而 王楚清没有给他任何反击的机会 再次得分 最终 王楚清以11比4锁定胜局 以大比分3比2逆转获胜 帮助中国队以3比1夺得男团冠军 最后赢球的那一刻 王楚清释然了 战胜了内心的挑战 对于中国男团的表现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完成